對中國來說我們與俄國的合作 除了對我們絲綢之路一帶一路是很重要之外 我們也希望與歐洲的關係保持良好關係 因為我們與它的貿易越做越大 會不會在國際現在的一個大變局之下 中國會被邀請出頭去協助停止這場武裝衝突 這場戰爭有沒有可能呢 我認為這個可能是會有的 大家好 俄烏戰爭呈一個膠著的狀態 變成雙方打打談談這個情況 相信會維持一段時間的 沒那麼快就有一個結果 對普京來說當然就已經發揮到一定的作用 震懾到東歐很多的國家 你不要亂來 你亂來的話我可以開軍進來 這個就已經是發揮到這樣的作用 對烏克蘭來說 習連斯基已經是一個國家的英雄 甚至是世界對抗俄國獨裁政權的英雄 美國當然是背後大力支持他 所以在這個狀態之下最新的就是習連斯基 就簽了一張申請加入歐盟的書 希望歐盟盡快就批核給他 你說歐盟會不會批核給他呢 當然是不會了 沒有那麼快 這個背後其實是一個可以說是一個地緣政治之下的一個大國的博弈 這個地緣政治也就是說俄國在歐洲是一個大國 烏克蘭其實是威脅到它的安全 因為北約東抗去到烏克蘭就威脅到俄國 我們在上幾集都已經講過這個問題 俄國一定要採取一個極地的反擊 令到烏克蘭加入這個北約是不會成為一個事實 現在這個條件還是講得很清楚 但是這個地緣政治之下現在連帶是中國都牽涉在內 因為從地緣政治來講 地緣者就是說一個國家所處的地理和所處的區域 對它的經濟、外交、國防、社會等等的影響 是會受到地理的制約 因為這些地理位置的制約經過了千多年之後 會形成很多民族之間、宗教之間的衝突或者仇怨 會影響到整個地區的政治和外交 正正就是今時今日俄國和歐洲的關係 特別是和東歐的關係 而中國又因為和俄國有一個友好的關係 大家有一個合作的關係 而中國也是亞洲的一個強國大國 所以地緣政治決定了中俄在今天在美國採取圍堵的政策 採取一個新冷戰的一種手段之下 兩個國家要走在一起 所以整個俄歐這個關係 中國和亞洲的關係 這一大片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在俄國來說 對於整個北約的東抗是很擔心 北約是一個軍事組織 歐盟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個經濟合作的組織 今時今日美國要維持它的霸權 北約是一個武器 其實在1949年北約成立的時候 就已經是冷戰了 說到冷戰就是1949年開始 產生了北約的組織 幾年之後產生了華沙的組織 東西對抗 東面是蘇聯為首 西面是美國為首 是兩大集團的較量 當年北約成立的時候 因為美國在歐洲 有一個是馬歇爾計劃 Marshall Plan 觸及到在經濟上援助戰敗的德國 被人打到殘暴不堪的法國 還有英國都受惠 久而久之之後 索性成立一支軍事的力量 稱為北約 當年的老歐洲 德法、比利時、荷蘭、盧森堡這些國家 是最早期的歐盟 歐盟是一個經濟合作組織 美國有援助給他們 希望透過很多的合作 慢慢歐洲能夠成為一個整體 但是北約作為一個軍事組織 作為一個工具 在美國的脅迫之下以美國為首 所以北約多次的東抗 最後五次東抗就去到烏克蘭 烏克蘭一旦加入了北約 對俄國來說就是一發不可收拾 其實當年北約和歐盟的關係都很微妙 在冷戰期間特別在七十年代 美俄對抗那麼激烈的時候 西德的法蘭克福 大家對法蘭克福有些印象 當時來說是東西對抗 東邊就是華沙集團 西邊就是北約集團對抗的最前線 所以法蘭克福也是世界疊戰的核心之一 所以西德和俄國的關係當時是一個很明瞭的關係 後來的馬克爾夫人在2005年成為德國的總理之後 他亦深知德國和俄國的關係必須要化乾窩為玉白 所以馬克爾夫人很積極拉攏俄國和德國的關係 這些北溪一號北溪二號其實都是在馬克爾夫人的期間 陸續完成的 今天的德國也都繼承了這個傳統 希望歐盟能夠和俄國有一個好的合作 避開軍事上的衝突 但是美國就不接受這件事 美國要獨霸世界 北約在它的主導之下 北約很多軍事的武器、戰鬥機 很多都是派住在德國的 即是以前的西德、今年的德國 所以今次的支援這些重力武器 很多都是德國那邊運過去的 美國不希望德國和法國單獨能夠主導歐盟 美國要控制歐盟 為什麼? 因為從新冷戰的角度 俄國既然是一個對手 中國也是一個對手 所以在新冷戰安排之下 西邊就是北約是一個武器 東邊就是印太戰略 大家記不記得我們都說過 就是美國、日本、澳洲 如果能夠加上印度 來向中國壓過去 所以在東西兩邊 北約的擴張 印太戰略壓制中國的話 就迫使中俄走在一起 新冷戰和冷戰是一樣 是一種集團式的對抗 所以俄國和中國來說要形成一些共同合作關係 來反制美國 所以2001年的上合組織 中亞幾個國家陸續加入 連同俄國和中國 就是要平衡這個北約的東礦 和美國後面的印太戰略 這些就是在新冷戰之下 基於地緣政治的對抗之下 就形成一些碰撞 今次俄古的戰爭 很可能又打破了原有的平衡 因為俄國覺得我再不發惡的話 你就當我是武牙老虎 今次一打之下 全世界都震驚 影響整個世界都看一看有什麼事 後面當然沒有這麼快這件事就會結束 我相信還會有一頭半個月 大家談談 最後當然有個結果 後面我會和大家再分析 大家就會去問 美國這麼兇 其實他想怎樣 美國要獨白世界 但是他覺得俄國還是有可能在歐洲那裡擴張 影響到他在歐洲的利益 歐洲的壯大對美國來說 從這個地緣政治來說 美國就希望歐盟至於美國的影響之下 美國不喜歡德國和法國主導歐盟 我們說了這麼久 大家還要記得一個叫法國 法國是一個擁有核武的國家 所以法國在外交上能夠做到獨立 在歐洲來說只有英國和法國擁有核武 所以有核武是不同很多的 所以法國繼承了戴高樂總統的獨立外交 到今天都很想成為歐盟的盟主 所以最近馬克龍主導和普京通話 直到開戰之前都能夠有一些有辦法談 今次美國一一支持烏克蘭和俄國對抗之下 連德國和法國都逐步 至少在目前來說失去了對歐盟的主導 不知道習聯司機說要申請加入歐盟 美國會不會有壓歐盟呢 就說快點批了他 如果批了他的話就有一種情況 不批是另一種情況 正常之下是不行的 因為歐盟要加入的國家都同意之下 才可以讓他加入的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的 但無論怎樣也好 俄國今次就採取了他的行動 對中國來說在新冷戰之下 中國的出路在哪裏呢 中國的出路我們都知道 一個是陸上絲綢之路 陸上絲綢之路是必然經過阿富汗 以及我們都說中亞五個國家 哈烏吉土塔 記不記得哈薩克 吉爾吉斯 土庫曼這些國家 是要經過的 但最終是去到哪裏 去到歐洲 如果你看回路線圖 最後是去到意大利 其實是經過法國 奧地利這些國家 所以陸上絲綢之路也好 海上絲綢之路也好 歐洲是終極的一個聯繫目標 所以歐盟對中國來說同樣重要 很多的觀眾可能都不知道 有所謂16加1的中歐的貿易峰會 就是有16個中歐和東歐的國家 和中國單獨有一個貿易的平台 所以中國和歐盟的關係 除了和德法這些老歐洲的國家之外 還有16個中歐和東歐的國家都在協商 所以歐盟對中國來說都是非常重要 美國也不想中國和歐盟有太好的關係 所以美國今次連銷帶打 推動烏克蘭加入北約 就觸碰到地緣政治之下 幾個集團中間的衝突 在這個世界有所謂地緣政治 就避不開勢力範圍 烏克蘭是俄國的勢力範圍 正如古巴墨西哥灣是美國的勢力範圍 所以你可以想想 如果你開航空母艦去到墨西哥灣 美國怎麼看 而今次俄國就說 你的軍隊如果東礦去到我家門口的烏克蘭 如果你一按一個按鈕 你有一支核彈頭要打我莫斯科 我只剩下五六分鐘的警暴時間 大家看地圖就知道了 那我可不可以接受呢 所以我有一集都說過 普京說我沒有安全 你亦都不會有安全 就是這樣的道理 變成勢力範圍在地緣政治 和在新冷戰之下來說 是一個很熱門的話題 我們在後面會跟大家去分析 這個所謂勢力範圍 對中國來說 我們和俄國的合作 除了對我們的絲綢之路 一帶一路 這個是很重要之外來說 我們亦都希望和歐洲的關係 保持一個良好關係 因為我們和它的貿易來說 是越做越大 德國和中國的貿易來說 佔了德國對外貿易一半以上 所以中德關係也很好 法國我們最近和馬克龍通過電話 由習近平主席 就鼓勵馬克龍來說 是帶頭推動中歐貿易 所以很有趣的是 中國在今天這個新冷戰的對抗當中 在地緣政治當中 我們希望可以破局 我們希望可以和歐洲搞關係 大家就會問 後面這場俄乌戰爭如何收拾 有趣的大家又不可不知 我們中國和俄國關係很好 這不需要多抗 我們中國和烏克蘭關係也很好 所以現在很多人說 既然中國有這麼好的關係 可否中國作為中間人 拉攏烏克蘭和俄國坐下來談 我認為這個可能性不能排除 最新的變化當然就是以色列 大家知道 扎連斯基是猶太人 說流利的俄語 他的身份和以色列關係很密切 以色列是猶太人的一個國家 所以以色列和扎連斯基的關係很好 以色列和我們中國的關係也很好 所以會不會在國際現在的一個大變局之下 中國會被邀請出頭去協助 平息這場武裝的衝突 這場戰爭 我認為這可能是會有的 所以大家要密切留意後面的變化 我會在後面再跟大家去分析 這個大四國關係 美、歐、中俄這種關係 今天跟大家先講一些地緣政治 和新冷戰、集團的對抗 一些基本的知識、基本的考慮 大家先知道 記得密切留意我後面的分析 一定要看 給like、訂閱、埋進 肯有你的好處